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多伦多金秋协会的负责人Selina Jai Selina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欢迎 你好 你好 其实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情人节晚上就要到了 据说你们这个是特意举办了一个应景的应景情节 是 是 是 这可能是也是多伦多可能是第一个吧 首次举办这种老年人的情人节 因为我们是个老年协会 我们这里边有很多老年朋友 他们平时都是辛辛苦苦照顾儿女 照顾孙儿 根本就没想到过自己去过情人节 所以这次我们协会呢 就是要给我们老年人搞一个盛大的一个情人节party 所以老年人特别高兴 许许多多老年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纷纷报名 现在我们已经有14对夫妻报名参加了 而且还是我们卡到婚龄是38年以上 38年 婚龄以上的才可以报名 如果你要是卡到25年的话 更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卡到了38年以上 是 这个金秋协会是基本上以老年人为主 中老年人 对 一般来讲是50岁以上 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这次这个活动 金秋二月这活动 中年人一般是没什么机会了 38年以上的婚礼 中年人跟他一起庆祝了 庆祝一下 对不对 我们这里面也相当于是两代人 你看50岁跟70多岁老 他其实是两代人 是 所以他们为他们庆祝 老人庆祝的时候就为自己的父母在庆祝 情人节 我觉得这也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为老人庆祝 所以这个节日是叫情人节大party 也有表演 也有大家一起跳跳牌舞 跳跳交易舞 唱唱歌 最后的重头戏有半个多小时 我们将为12对夫妻 报名的14对 有两对夫妻家里有事 其中有一对我讲起来很感人 是55年婚龄的 她的这位女同志老人 她的婆婆105岁 她自己都75岁 因为她婆婆现在在医院住院 她已经照顾了她几十年 所以像这样的夫妻 你说能不浪漫吗 是不是 他们原来把孩子养大了 现在照顾老人 照顾105岁老人 夫妻一生走过来 风风雨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样的夫妻 非常值得向社会进行推广宣传 没错 一个国家的安定 家庭要安定 其实我觉得 侄子之手与之贤老 其实就是最浪漫的事 对对 这就是最浪漫 没错 那其实这些夫妻 他们38年以上 这些老夫妻 可以说他们是这次活动的主角 他们在那天会做什么 他们也有很多表演节目 我们有一对夫妻 要表演乐剧 不是夫妻 有一对夫妻的女同志 要出来唱 她是乐剧皇后 我们开玩笑说 她是乐剧皇后 她来唱乐剧 然后还有我们的 所有的老人 要跳交易舞 跳牌舞 还有74岁的 跟我们一起走旗袍秀 还走民族服装秀 她都参与 所有的活动都参与 所以非常可 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节目 是两代人同时进行的 这一次 以往的 比如说舞蹈 只是中年人 这次呢 有些舞蹈老年人也参加 所以这次的节目 应该说是 真的是最浪漫的一次 刚才您提到 说这个活动 是一个party的形式 对 具体来说说 怎么一个party 为什么以往呢 我们的演出呢 就大家把凳子放到底下 我们静静地在那观赏 这次我们是底下 一个凳子都不放 一个凳子都不放 就大家站着 然后呢 基本上是 上面唱歌 或者是鸽半舞 底下就跟着一起跳舞 就这样 然后我们中间 还会放几首舞曲 大家全部一起跳 就男女老少都可以 所以我们曾经说过 带上你的家人 带上你的爱人 带上你的情人 带上你的朋友 一起来参加 不分男女老少 让我们一起来 快乐地度过一个 有意义的情人节 来见证这些老人 一生的爱 一世的情 没错 其实所以说 这些情人节 很浪漫的事 跟老年朋友 也是心情相关的 一样的 他们比你更浪漫 他们这一生走过来 每一对夫妻 都有非常浪漫的故事 这像感人的故事 感人 你看还有一对老人 男童子也得了癌症 但是他们几十年下来 现在这个 你说他与癌 奋斗了几十年 两口子一直坚持到现在 是什么精神 其实就是这份爱 这份情 还有一个女童子 也是乳腺爱 几十年下来 一是活得很好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两个人感情好 所以有时候 这个感情可以支撑人的 一生的生活 和他的爱情 非常感人 如果我讲的话 大家在这的话 可以到时候 我们会让每对老人 用简短的语言 来总结一下爱 他们自己的浪漫一生 我觉得这都是 很动人的故事 是 我觉得有爱 可能生活中很多的 勾勾考考 就不怕过不去了 没错 其实这个活动 是在什么时候举办 是在2月12号 是个礼拜天 下午2点到5点半 在锦绣中华 一楼大厅 就是到时候是大家 比如说我想去看 我就可以直接去看 不但可以看 可以参加 放弃音乐一起跳 如果是上面是唱歌 你就跳舞了 我们全部是跳 因为凳子都没有 就让大家跳舞 就像个舞池似的底下 要花 交钱呢 一分钱不用交 我们就是为社区服务 我们就是给大家 带来这份快乐 在情人节前夕 给大家带来一份喜悦 一份高兴 很难得 其实Felina 你作为这个 金球协会的负责人 当时是你创办的吗 对 当时怎么会想到 创办这么一个协会呢 因为在这个之前 我在一些老人协会里边 教过一年多的跳舞 我发现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老年人很孤独 很寂寞 他们很需要一些 能够把他们 组织起来的 这么一个社团 这样呢 让他们展示 第一要给他们 一个健康的条件 再一个还需要 他们需要一种交流 我们人嘛 是需要沟通的 是需要交朋友的 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五 在家带孩子 所以只有礼拜六 礼拜天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而且呢 有的老人呢 就说他可能住的比较远 在那个地方活动可以 但这一天呢 就没有活动的地方 所以相对来讲呢 多伦多也不像我们中国啊 交通很方便 所以我这样呢 我们就在不同的地区 我们就设立一些这样的 搞这么一个主子 把一些中老年人集中起来 中年人也需要 他一天都工作下来 非常辛苦 浑身腰酸背痛 他也想来参加活动 这样呢 我们就为中年人呢 争取了两个晚上 这样他们下了班来 松松筋骨 非常高兴 所以我们的礼拜六 礼拜天是白天 礼拜二和礼拜三是晚上 所以又照顾了中年人 又照顾了老年人 所以我们这个社团是 所有的老年社团里边 活动最多的 非常好 一个礼拜四次 每次都有三个小时 真的是非常好 其实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 还并不是很了解 刚才我在跟Sulina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它是成立了这个金修协会 这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而且呢 在这个大家排练的 然后演出的过程当中 需要在服装上的一些经费 都是他自己自讨腰包 所以我觉得 他也真是挺伟大的 然后为我们这个多伦多社区 这些中老年朋友 创造了这么一个 大家可以展示自己才艺的舞台 而且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 认识一些新朋友的一个好的地方 非常难得 而且今天也是这个元宵佳节 我也是给您办一把年 谢谢 我们一起给观众朋友办一把年 公主 您这个元宵佳节快乐 同时呢 也是预祝您这个 2月12号的这个演出成功 谢谢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 很多观众朋友们 如果在2月12号 临近情人节 这个星期天的时候呢 您可以带着家人 带着朋友 带着您的爱人 一起前往这个锦绣中华 一楼大厅 那么金秋协会那天 在那里呢 会有一个名为 金秋二月浪漫一生的一个活动 大家一起去 学家代考看看 那里的村林 在38年以上的老年人朋友 他们是有怎么样的一个 浪漫的故事 我们今天的访问到这里 现在是高一多 非常感谢Selina 来到这里接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你 然后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 广告会再会